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只是现在换成是先知代替神说话 对话的对象则换成是选民的宗教领袖 祭司以及选民 祭司和立位人使神特别拣选 目的是在以色列人中成为神话语和西医的出口 在第五节到第七节中 神非常清楚地指出 祭司在神的家中扮演何等重要的角色 透过神和祭司立位人之间生命和平安之约 祭司立位人坚守律法的原则 并且引导以色列人与神同行 祭司的身份和其尊贵 在第七节中说到 祭司的嘴里当存知识 人也当由他们口中寻求律法 因为他们是万君之耶和华的使者 祭司从百姓中得到敬重 是因为他们是神的使者 他们口中有神的心意 曾几何时当祭司不以神的律法为美 不以坚守神真理的原则为重 神如此说 当神将生命和平安之约 从祭司立人身上除掉 这些服侍神的人就落在咒诅和绝望当中 今天的基督徒不就是百姓中的祭司吗 在彼得前书第二章第九节提到 唯有你们是被拣选的族类 是有君尊的祭司 是圣洁的国土 是属神的子民 要叫你们宣扬那 造你们出黑暗 如奇妙光明者的美德 今天的教会就是宣扬神的真理 坚守神真理原则的堡垒 今天的教会就是以耶稣基督为元首 所有基督徒共同组成耶稣基督的身体 透过我们真实的实践和努力 使得神的真理和心意能以完成 就以同运 以及目前政府积极推动婚姻制度改革为例 基督教会常常被批判没有爱 甚至许多基督徒起来批判教会 在同问题上面失去爱的原则 神是爱 神也没有因为爱而把罪亲的抹除 神甚至将他宝贵的独生爱者 使耶稣为我们的罪在实价上牺牲 同样的当我们一昧高举爱而失去真理的原则 这样的爱不但流于形式 成为烂情 更无法在真理中以合成心意的公正公义 来触摸时代的需要 医治时代的伤口 更会因着失去真理原则的支撑 流于形式上的假公义 假平等这种齐头是平等 引发更多的问题 只有基于真理原则的爱 才能帮助我们脱离烂情的怜悯 成为真正建立扶持人的恩慈怜悯 先知马拉基更透过第十节让我们看到 指出世代的问题不是以高高在上的支撑 而是谦卑里将自己放在罪人的行列中 一同来认罪悔改 先知马拉基透过我们来强调自己 也身在罪恶的机器中 也需要认罪悔改 失去接纳认同 我们对罪的指责会刺痛人 似乎凸显我们的公正和公义 却让我们与神怜悯之爱隔绝 强调接纳认同的爱 却失去真理原则的坚持 在短时间会让人得到欢欣鼓的安慰和鼓励 但五月梦会之际 所有人都知道真正的问题没有解决 只是透过接纳认同的假象 将罪的问题来遮掩 真正坚持真理原则的认同接纳 是不断地反省 是否稳稳站在神真理原则之上 更努力成为光成为烟 活在人群之中 换句话说 今天的教会需要不断反省 如何坚持真理之爱的原则 并真实触及同信念群体的需要 真实地活在他们中间 透过活生生爱的分享 认识神真理的原则 盼望今天的教会再次展现真理之爱的活力 让这个世代重回父神的怀抱 让我们请低头我们来祷告 现在父神我们需要再次来到祢面前 主我们都是现今这个世代的祭司 盼望我们懂得真理之爱 并且按着主祢的原则 活出爱跟接纳 主让这个世代能够重回祢的怀抱 谢谢恩主 我们这样祷告感恩奉靠 耶稣基督的名求 阿们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